我們在那邊做訪問他還很正經 那宣傳很放心退到另外一邊去 他就在他房間 上面還有他夫妻的結婚照 他訪問到進廣告的時候 就直接搶聞我 搶聞啊 你就撒在那兒 妳就撒在那兒 他怎麼跟妳搶聞得到 不是啊 我們在麥克風放這兒嘛 前面有麥克風啊 他怎麼聞得到 兩個人這樣做啊 妳來我試看看 我來試看看 你會有生命危險 有穩到嗎 有啊 因為傻了啊 因為已經傻了 而且他一定是有配兒來的 不然怎麼聞得到 就是要怕碰一代而已嘛 不是這樣子嘴巴 就這樣子直接親到臉頰 所以你這個很害怕 今天來這樣子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不是 你都矜持那種 我們是很尊敬好不好 我們是都尊敬 你這樣會招待讓他 不行 聽我說 聽我說 你這樣怎麼可以 你整個告訴所有的 大家告訴所有的主持人 可以隨便侵犯女生 不可以啊 不可以 有東坡落 有東坡落 得意的笑 聽歌還是這樣 聽歌是我們這節目最棒的 真的啦 得意的笑好久沒聽到了 這是小蟲老師做的對不對 對 對 這是小蟲老師 我這一次看我就不吵你啦 不吵您啦 砰 他好拚喔 他會拚喔 郭華老師麻煩 我們來唱 不一樣的得意的笑 人生本來就是一出席 人生本來就是一出席 啊 遠遠又何必太在意 名和利亞什麼東西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世事難留人間的悲喜 今生無緣來生再聚 愛與恨那什麼萬一 轉到橋頭自然行 且回回首摸回頭 因就做了事是肉 那靜靜雖好 快樂難找 我瀟灑走過條條大道 我對意的傷 又對意的傷 手感紅塵塵不老 砰 對意的笑 又對意的笑 拉逍遙 砰 對意的笑 又對意的笑 把酒當歌成情招 我對意的笑 又對意的笑 就得意生了逍遙 耶 好久沒有見到 而且 而且你多了一陣 砰 砰 你多了一陣性感 郭花老師不要回來 你坐那邊 真的 我順便問郭花老師 你現在幫這麼多人做詞曲 拿到是藥 沒有 幫這麼多人做詞曲 你對誰寫的那個歌最有感情 最近的話應該是 彭佳慧 彭佳慧 那是過去的感情 應該為歌都你做對不對 大部分啦 比較有名的大概都是 因為那時候唱片 唱片的都我 大家都是我做的 比較有名的 沒有他比較有名的 沒有 他比較有名的 聽起來怪怪的 他不是啦 我跟你說 大家比較熟的都是我做的 那個歌都有歌名 比較有名的 別人做都沒有名字 聽起來很大 不是 他做的 就那一陣子最紅的 我剛才在彩排的時候 就聽他唱那個歌歌歌寫得很棒 年輕 像這樣真的不簡單 沒有 你聽我有寫一首歌送給鳳飛飛 對 是哪一首 最近的這個歌 叫《想要對你筊》 那是聽到這首嗎 彩排的時候 不是 另外一首 這首歌其實因為那個時候他剛剛先生過世嘛 那因為其實大家都很怕碰他這個部分 對 那我就寫一首歌 我覺得這個歌詞就像講話 他在對他先生講話一樣 歌詞副歌就是說 你那裡有沒有人聊天 你那裡有沒有人 哇 他就是一個問候 可是只想問你好 但是他這個很簡單的你好嗎 可是永遠可能都答不到 你男語但是是國語 那是國語的 但是有一句是台語的 想要對你筊 這個是台語的 那他聽到這個歌有沒有哭得咻哩哗啦的 他第一次聽到demo的時候 他就跟我通電話 他就在哭了 他就在哭了 但是他其實因為很怕碰到這個事情 所以其實也是花了很多時間 去跟他溝通 讓他來釋懷這個事 因為他後來有演唱會嘛 那你演唱會 你一定還是會遇到媒體 都要問這個事情 所以還是要把它劃開來 這小子還真的不錯 他很厲害 好啦 開玩笑 十歲嘛 太厲害了 很厲害啦 十歲太厲害了 很厲害的人就是年輕人 有出場了 還演唱喔 體格更好 更高 喔 好帥喔 真的好像孫協志喔 對啊 好像孫協志喔 是 半邊約 你的臉 我渡過故事的 原廠 點點的淚 像星辰掛黑夜 倒映在回憶裡的畫面 人分別 心跟隨 我擁抱這份怨的深切 回手看見生命的不完美 對你的感謝未曾停歇 你哪裡需不需要有人陪 你受不受得到我的思念 心會對禮拜 每個再見 陪在你身邊 我什麼都不確 你哪裡有沒有人能聊天 我想要愛你疼你像從前 想要對禮拜 天啊海角多遠我都不累 借你的手 碎碎念念 好美喔 好聽喔 不要哭啦 你看啦 雞皮疙瘩啦 雞皮疙瘩都來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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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雞皮疙瘩都來了啦 在雞皮疙瘩面前 沒有沒有 真的不錯 我很少說坐這邊聽完的 真的不錯 真的啊 一般我早就走了 一般我早就走了 一般我就早就起來啦 真的不簡單 謝謝 那個年輕人我要你疼一疼 我現在要聊一下石康君啦 今天主題還是讓大家知道說 做歌手真的很不容易耶 當你老闆已經走了 我才想聊聊這件事情 聽說你回到新加坡之後 你就回去做你原來的工作啦 對 我之前是開設計公司 什麼樣的設計公司 可是設計公司其實待遇應該也不錯吧 很好 其實在我發第一張專輯之前 就是我 我開過設計公司 然後其實業績還不錯 就是每個月還有就是 哇 很好喔 那我還是建議你回去開設計公司 對… 因為就是 就是因為看到 就是當時有一個搭檔 他是說 我現在有一個機會發片 那你 我覺得說你不然趁年輕 去做你自己的夢想嘛 然後說 設計公司就等到就是 到時候我們老的再開 喔 老的再回來做也可以 對… 我記得你那個時候 我記得你那時候 第一張發片的時候 其實還有跟這個阿信合唱 是 信樂團的信 對… 那個時候其實圈內還蠻多人 其實蠻看好的 就是覺得說 欸 我很多人提到 設計公司都說你很會唱耶 對啊… 怎麼突然就停了 就不見了 五年就不見了 就是我回到 就是回到新加坡的時候 然後就問 經紀公司說 欸… 那是不是接下來 下一張呢 對 下一張又怎樣這樣 對 他說 目前我沒有 還沒有想到下一張 這樣子的東西 家人支持你唱歌嗎 支持 呃 女朋友呢 路人呢 你幹嘛問 你幹嘛問啊 我看很不完耶 我都沒說過很難過 你不如說媽祖怎麼說 媽祖好痛 沒有 其實… 你看我外面啊 親在說就好 你看看 欸 兩位小弟啊 學…學著一點… 好… 我就是在偷偷教你們功夫啊 沒關係 要更重啊 沒有 我… 在這裡我們也講一些重點話 其實我這個 不管你是出地上的時候 如果你要出片喔 我覺得 也建議各位就是說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證實說 哪一個才是 哪一首歌 才是最好聽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的話 你就不要出啦 很多人其實 為什麼出了一張最好 因為他歌不好 我跟你講 你多會唱都騙人的啦 歌好聽 歌惠紅是最重要 那個歌不懂你唱得再好 就沒有用 那你覺得那三個女生的歌會好嗎 誰我敢出 鄭靜一語出驚人 讓新人難以招架 是呀 是呀 是呀